市場方向 同學 這個N級指向 跟剛才老師所畫的箭頭方向 必須一致 必須一致 好 我們再來看 以 好 以的話 你看喔 在這裡放一個詞針 OK No problem 小case No problem 好 這個時候 它的N級指向是在這邊 這就是以這一點的 磁場方向 有沒有意見 或許同學心裡會有一個疑問 你說老師 這個磁針不是指著南北的方向嗎 沒錯 在沒有受到這個條形磁鐵磁力作用的時候 當然是指著南北的方向 因為它是受到地球磁場的作用 地球的磁場 我們簡稱地磁 你不要看一顆地球 裡面蘊藏的學問好多 可能你一輩子都學不完喔 同學 我們人類也是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嘛 我們是依賴地球的資源而活 所以我們對地球 當然要有所了解 即使是地磁也必須知道 課本上有提一些 老師在這裡 再補充做個說明 把它講得更清楚 讓同學將來很有學問 好現在 老師就來介紹地磁 好地磁就叫做地球磁場 那我們就來看地球 老師來畫一顆大大坑的地球 喔這一坑叫做地球 你說老師 你怎麼畫得有點胖胖的 地球當然是有點胖胖 它是稍微有一點橢圓 因為地球繞著太陽旋轉 就像打棒球 以前老師的老師 我的體育老師打棒球 他說打棒球 打棒球 揮棒 你看老師樣子有沒有很神用 揮棒 插棒 如果那個棒球不是很硬 像同學玩的那個軟軟的棒球 一插棒 那個棒球快速地旋轉 看起來就變成什麼形狀啦 橢圓形的 稍微有點胖胖 好這是地球喔 赤道 老師把它畫一下 赤道的緯度是零度 這是赤道 再來北極 老師這個地球畫得稍微有點歪歪 事實上地球在繞太陽旋轉的時候 它是有點歪歪的 那個角度歪歪歪了幾度 23.5度 老師不要畫那麼大角度啦 好 這是北方 我們叫做北極 這是北緯90度 好 真正的名字 我們叫做地離 北極 一般 我們所指的方向 金度 緯度 所指的北極是地離北極 地離北極 另外在南方 老師再取一點 這一點我們叫做地離南極 當然 這是地離南北極 用來標示一般方向用的 而地離北極跟地離南極這兩點 我們將它連線 可以得到一個軸 這個軸是地球自轉的轉軸 我們叫做極軸 南北極的極極軸 好老師把極軸畫出來 將它連線 稍微有點歪歪 對不對 我剛剛說過 哇 有點非常歪的 好 這一點把它畫很大的一坑 好這叫做極軸 老師剛剛說過這個極軸呢 可能偏軟不只這麼歪 還要更歪 故意畫得有點歪歪的 好這叫做極軸 有沒有意見 好再來 北極圈 南極圈 你說老師 你不是在講地詞嗎 嗯 我們現在來找地詞了 一般同學到現在還以為 指南極或者指北極 它的南北方向是指著北極和南極的 其實不是的 錯 如果今天老師拿一個指北極 結果我發現 嗯 它的N極是這個樣子的 它是這樣子的喔 北半球在上面好不好 這是N極 我發現N極好像不是指著地理北極 我再拿一個持極 再來做實驗 結果我發現它的N極 它的N極是指向這裡的喔 老師有個心願啦 將來年紀再大一點 老師希望環球世界 我一定要到北極 我要看極光 我要看時針偏轉的情形 我要看大自然的奇景 這是老師的心願 聽說